英国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 周二7月5日 任命纳斯姆·扎哈维为财政部长 取代此前因抗议约翰逊的领导 而辞职的苏纳克 扎哈维之前是教育部长 米歇尔·多兰接替了他的教育部长职位 他之前是初级教育部长 扎哈维在任命疫苗部长期间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新冠疫苗 接种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他的个人经历 使他与其他保守党选人不同 他曾是一名来自伊拉克的难民 小时候来到英国 在2010年进入议会之前 他与人共同创办了民调公司 他上周表示 在某个阶段 担任首相将是一种特权 在扎哈维被任命之前 英国财政部长和卫生部长 周二早些时候相继辞职 在一系列丑闻损害了他们的政府之后 约翰逊的未来陷入了危险 在这边